謝謝阿凱老師,大家好 其實很少有一個活動,還沒有開始之前就有被害人 我就是阿凱的被害人 因為我從來不答應他任何邀請來捉務的請求 誰有那個時間啊 在開始之前,我可能要先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因為我看在座的聽眾朋友們年齡有很大的跨距 但是我問一個否定的問題 有沒有在座的聽眾朋友,你沒有看過《海賊網》 你沒有看過《海賊網》的漫畫或卡通 你沒有聽過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或《航海網》它有好幾個名字 沒有看過的一、二、三位,謝謝 那就是幾乎所有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都看過 我們這個活動其實原本是目前在座的瓜克教授 Jean-Marc 謝謝,請大家掌聲感謝他 瓜克教授是法國籍 那他過去曾經擔任過聯合國前秘書長蓋里的文膽 那因為這個非常巧合的經驗他後來在美國發展 目前在紐澤西州的這個Rodgers大學教書 那很多年之前有一個偶然的機會 各位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是法律學研究所的創所的所長 現在的湯德忠大法官 司法院的湯德忠大法官 他在一場研討會上 認識了瓜克教授 向他介紹中研院法律所 那各位知道 學術研究會吸收很多資訊 但是不是所有的資訊 你都有辦法用 因為你沒有錢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第二個感謝 今天不在場的是 我國的外交部 因為外交部提供了一個叫做 台灣Fellowship的獎學金 這個獎學金邀請世界各國的 對台灣有興趣 他不需要做台灣研究 來到台灣 那因為這個台灣Fellowship的關係 其實瓜克教授在幾年前 選擇來到 很榮幸地來到中研院法律所 那他來所的時候已經 五十幾歲 就是阿伯 雖然是這個大叔阿伯 阿伯 但是他開始學中文 所以 Jean-Marc 可以說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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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請瓜克教授 在幾十幾歲 講述 二十幾歲 嗯 謝謝 謝謝 這個不是他唯一一句會說的中文 他來到台灣不到一年的時間 每天都在很努力的上中文課 那因為瓜克教授跟我們今天的講者 Ben Masmakti 教授 合作一個研究計畫 那他在台灣的經歷也讓他覺得 台灣有很多非常值得研究 而且可能是在世界上是非常先進的 我們自己不知道的 先進的特徵 值得研究 那但是因為瓜克教授的本人的想法也太先進 所以呢 他找來的台灣的合作學者呢 大概都聽不太懂 所以我們就決定尋找一筆預算 來做一個中間的計畫 也就是我們要先開一場小型的研討會 來討論一下瓜克教授提出的這個要研究的這個議題 那如果這個議題有機會成功的話 我們再邀請台灣的這個各方面的學者 一起來加入 例如說是寫書或者是出版期刊專號這樣子的計畫 那也就是在這樣的機會之下呢 我們很高興能夠邀請 邀請 我本人沒有辦法直接邀請到的 Dedmar Smarty 教授 來到台灣 我本來應該要照稿做一個解說 這樣子翁老師會比較容易翻譯 但是這個稿件其實只是公開在Facebook上 各位已經看到的中文的說明 那為什麼要把它寫出來呢? 因為Dedmar Smarty 教授會比較放心 為什麼他需要看到這個中文的說明的文字才會放心呢? Dedmar Smarty 教授從禮拜天一大早來到台灣 禮拜一是一個田野的行程 禮拜二研討會 禮拜三研討會 禮拜四我們去參訪了司法院接受這個學院長的招待 那可是禮拜三下午的活動結束之後呢 Dedmar Smarty 教授就全心的在想 禮拜五到底要跟台灣的聽眾說什麼 於是把所有人都召集起來 逐斷逐斷逐句逐句的討論 那他當時從白天早上 禮拜三的早上我們還在會議期間就說 他需要借一台電腦 於是大家花了一天尋找有沒有法文系統 有沒有法文鍵盤的電腦 有沒有在座應該一定有教自己的父母長輩使用電腦的經驗 對不對 你會要求他用中文鍵盤嗎 我們不要要求這個 Dedmar Smarty 教授現在已經現年是75歲 那他其實到今天還受到時差的困擾 他每天都非常疲勞 但是他還是從禮拜三開始準備跟大家來演講 所以我必須再把這一段小小的故事說出來 那請大家再次給他一個鼓勵跟感謝 那我們在公開的資訊上面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現在的國際社會的秩序 到底是不是叢林法則 到底是不是弱肉強食 勝者為王 這是一個我想在台灣的感受 跟在世界各地的感受非常不一樣的問題 我不是很確定當川普當選之後 很多美國人的感覺是怎麼樣 但是在台灣我們很容易覺得世界就是弱肉強食 國際法是法律嗎 國際法不就是赤裸裸的這個實力的鬥爭嗎 拳頭大的聲音就大 那沒有拳頭的就沒有聲音 在台灣要尋找這種聲音的支持者非常容易 十個人裡面可能有十一個會同意 有兩個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他們就先反正先同意再說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 由於最近例如巴黎的氣候公約之後 各地的選舉出現了一些波動 例如在美國川普當選的總統 他就想要退出這個氣候協定 在英國的這個首相 當然他順序是倒過來 他已經先公投決定了要脫離歐盟之後 然後在選舉當中失敗 那前不久結束的法國的總統跟國會的兩個大選 其實大家也在討論法國會不會成為第三塊骨牌 讓極右派當選退出這個秩序 現在的這個世界的秩序 簡單來說呢各位可以發現 世界有越來越多的這個國家和他們的選民 其實不只是領導人本人而已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選民不是一個兩個支持一種回到雙邊關係的國際社會 雙邊關係的意思是說 我一次只跟一個國家談 我一次跟一個國家談的這個條件不一定會用到其他地方 我不需要對每一個人公平 沒有這個必要 雙重標準是這個世界上讓人最愉快的事情 因為有很多的自由 那可是這最近二三十年的社會 有許多重要的事情是從多邊的架構才完成的 從在台灣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的WTO的關係 你做一個承諾不能只對一個國家 你要對很多國家做一樣的承諾 你要公平 你不能雙重標準 這個是另外一個方向 那我們發現有很多的國家選民 他們不想要多邊關係 他們覺得多邊關係就會危害我自己 國內的這個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安全 所有的犯罪都是移民造成的 比方說 那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是因為我們加入歐盟 早知道不要用歐元就好 不是嗎 那在這個這樣子的國際社會的局勢裡面 有中國學者嘗試提出一種天下的這個方案 那當然這個天下不是只回到過去的這個天朝為中心的天下 他說這個中國學者認為呢 跟西方的想法不一樣 是西方只會說普世價值 Universal的價值 普世價值 表示這個所有人都要同意 所有人都要一樣 但是我們中國是尊重多樣性的 尊重多樣性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天下的系統 來尊重多樣性的同時又能維持秩序 這個社會越來越混亂 大家一定在台灣常常聽到 某某某難道不用負責嗎 我們在這樣子的機緣裡面發現 Den Mas Makti 教授的研究有很大的 對於面對這樣子的國際秩序有很大的啟發 那我感到非常高興 其實我覺得也是另外一個有趣的歷史的巧合 而是他在 Den Mas Makti 教授在最近的一本書裡面 開始說他覺得應該要用風來譬喻我們想像法律的方式 他不但是要用風來譬喻 他還說這個風的譬喻是為了讓這個世界上的人們 能夠在國際社會的這個汪洋當中 從無風帶走出去 那無風帶是一個非常難翻譯的字 因為無風帶不是沒有風而已 如果各位看過海賊網的話 我其實你稍微有 比如說你聽過白木達三角的傳奇的話 無風帶可能是平靜無泊非常安穩 但是無風帶也可能是災難的前夕而已 所以很多船不然就是開不出無風帶 不然就是沉默 那我們要怎麼樣在這兩個都不像是很好的結果當中拖出 能夠讓自己的船慢慢從無風帶出去呢 這個是我們可能不只是台灣的聽眾 也是世界上很多人的問題 那我們在等一下的時間就把麥克風交給Den Mas Makti 教授 那我會儘量在螢幕上儘量即時的把它翻成中文的字幕 請大家保持你的 平常常常看手機你也都只做這個動作對不對 你今天也可以做一下不一樣的動作訓練你的肌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首先謝謝大家 我們 au團體會給我們這次見面 我們會找到一位女士台灣人 這些問題這個問題 這些問題的權利力 的權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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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開始馬上 我讨论了你 提到 它个人看到 看上我们看到 在我们目的 是 其中价 如 现象的 宪氏 而 对 Hit 有效 有越第一 越being 越成长 很大 而在实际上有两个视线 有一个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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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意 传统 传统 他们认为 每个视线的权 是自然 一家 一系统 一系统 这权 是 是 他订阅 他认为 他的 他忽略 他认为 他认为 在箴中 他认为 一样的 平均 一样的 从船章 这种情统 最大的 这种世界 从 对 全体的 很重的一面影响,但是很感激烈, 是一面影响的了平均的 norm。 等那些 norme遇到另一方向, 最高或高或高的高, 但它不走, 是一面影响的法律不走。 世界的真实有很多移动, 它们非常改变, 还有一个承证的设计, 我们叫做 globalisation 它关注到的区域的区域 这是首先 globalisation的流量 流量的流量通知信息 通知信息很快 在世界上的流量 流量的流量 我们可以移动的钱 一 click 也很快就行 然后流量量的流量,他在社匙中的流量增了很多 因为世界的流量增了很多 1950和2010,我们有3亿人移动于7亿人 我们将在8亿人移动 所以我们的流量移动 这是我们叫移民移动 但是这一切也更多 更多,而更多的問題, 这些是最多的危机, 而是最多的危机, 最多的危机, 如果水平时, 是整个国家的国家 会变成了, 甚至少被变成了, 所以, 所以, 是最多的危机, 是一种领域的, 也有很多危機的危機 我們可以說到危機的危機 危機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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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流氏,危機,危機 他們也變得危機 而且,我們做到每個州 每個州,每個州 可以獨自解決這些問題 我認為它是有兩種例子 我選擇了兩種例子 我會選擇了一種更多的 一種改變化了一種改變 而另一種改變化了 第一種改變化了一種改變化 我認為是一個最強烈的改變 是一種改變化的階段 因为任何国家,甚至一国家,或是一国家,不可能只能够准备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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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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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大壞,大平和大平 今天我们可以说 三个世纪的规短 世界上的世界上 首先是一世纪的 一世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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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国家 一世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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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生能引起来 可能是 世纪的第二纪的力量 我说 一世纪的方式 一世纪的力量 一世纪的力量 200개 200加个人 20世纪的力量 是 跟 尤其是200国家的差距 所以,这一条的初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理解现在的改革 到变化了世界的改革 而在开始 要找到其他比较的概念 我们不能再理解 而是黑道的一种新的教育は有可能有些小的抗議 但在全球中的市场, 派遇我们的抗議会没有起碼後來的事 我设计方式的选择练为一种幅的词 但那是他们每一切的untlet 但也许为了图的现实物 以对立正确的障害 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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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面,这面是由风 你会有了一样的影子 你会看到了一样的风 你会看到了一样的风 世界的风景是 是风景的风景 风景的风景 但这些风景的风景是 他们的风景是常常的风景 而在这个组的组织上,我们有词 上海的组织, 你会有词 上海的组织, 那是比较组织, 但也有词 上海的组织。 有词 上海的组织, 是我们组织的组织, 是法律的组织, 是法律的最强力, 是法律的组织, 或是我们组织的组织, 组织,在组织织织。 球织织织织, 每个人是性贴灵。 只要组织织, 在组织织织织, 其底织织织织织织织, 其中选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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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然后再次杓织织织织织, 在组织织织织织织织, 目前 explanation了伽织织织织织, 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做为了分析的两个人在秩序的秩序 很多人在秩序的秩序说要保护 要保护的秩序的秩序 甚至这些秩序的秩序 不禁止的秩序 而是这个风鲁的安全币 带到建立的墅 你知识的那些巨大不护的秩序 不护的秩序的秩序 所以这是又多变化 要需要安全币的秩序 但确保护的秩序 我们可以继续用证据的诩序 但我对这个影视力是 这个浏规的秩序 是正常的秩序 一裡是 比較越開 一種風的風機 可以說 去雪飽 歹磨 所以这些风险非常弱,我们可以有两个效果。 所以,船游满地坏,船游满地坏,船游满地坏, 这就是说,船游满地坏,因为有连弱的变化, 所以我们不知在哪里面的方向。 要是要再多多比资争,更多的安全, 或者是要求更多的協助力 更多的自由 我们不知道 而我们不在意义 我可以说 在Europe 这是我们的情况 我们在面前面 面前面的移民 有一个移民的移民 有一个移民的移民 但是有一个恐慌 很多国家的移民 在面前面的移民 和移民的移民 很多人都会被拒绝 所以这是我们的移民 我们没有解决 然后另一个移民 是我们的移民 和其中的移民 和其中的移民 我们可以到复苏 而是我们的移民 你知识的移民 是英国的移民 是在移民 可能一些移民 可能一些移民 所以我们的移民 所以我们的移民 有一个移民 或者移民 或者移民 或移民 或者移民 在世界上有危機, 有危機的未來, 甚至是歷史的存在, 現在的存在現場, 現在的事情是有所做的? 他們都不可以做的事, 他們都不可以改變世界, 是很明顯, 他們的政治主義是非常重要的, 但他們的政治主義, 他們需要用的工具, 而是他们需要的法律师,他们需要的法律师, 他们能够接触到他们的问题, 他们能够接触到他们的问题, 像疫苗或疫苗改革的改革。 所以,他们可以提供了一些法律师的法律师, 而是一种法律师的法律师, 而是一种法律师的法律师的法律师, 而是一种法律师的法律师。 那么不平呢, 而是一种法律师的法律师, 那么不平呢, 为了对生命的法律师, 在用作律师的法律师, 成立了一个手作律师, 让人们的法律师的道理员, 为了自由和尔子肯定的不混血, 而人们完全完全完全靜于不一样的平革, 而能够在世界上的一世, 你知名古代人们的法律师, 《 《 四雄的雄的雄的雄雄, 我希望說, 我相信, 四雄的雄 都是雄的雄 是同情地上的雄 那是要命的雄, 而是同情地, 我們是全部都會, 我們是全世界的雄 我們是存在的壁度, 這是這個問題的。 那麼要怎麼做 從來視乎的雄 我推荰我 介紹的是 贻重新的群 互相拥重新的党 互相拥重新的群 也在我们的代表 去共同的敌制 但这共同的群 必然说 卓全的形式 地 我会想分析 是们正好 系你说普通的 是用 m 是吗 是永维亚的 是永维亚的 它是一律宁的一家的自由度。 我们有了一家和一律宁。 这是一并定的 universal性, 一样一样的一样的一种的一样的 totalitarianism, 背后的一种的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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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家,一律宁的一律宁。 所以我说,我说,你应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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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如果人家法派对三国家法派对 200国家法派对 这就是个法派对的法律 是什么需要做的 那么想想个人家法派对 200国家法派对 200国家法派对 我认为这个制裁设的国家法派对一国家法派对 我认为是个社会最终的社会 所有人权计 Line�ään 可以施展示这个民ent制制宣al 社会社会全民民党 每个社会全民党 在世界中的问题 在世界上的政治人 生活在灵魂,在社交平革命局,在社交平革命局, 社交平革命局一位秩序示威們十分重要的秩序, 在市場的世界上捕造非常重要的秩序。 市場向監督,许多一個努力的秩序仍致大器的人, 這位社交平革命局建立, 這些是科學, climatolog, 他們都被控制了一些政策。 當社會社會移動, 其他社會移動也開始移動。 例如,在暫時, 遇到暫時, 大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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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它余晉, 是不足的 最寬意估到速度。 所以,我們有有心理問題 採取デザ領, 而這是它一對不同的操作。 另一對移動, 是令人道重自然的相關 與共同意識相關 , 政府需要, 從懷疑領事業 為了有相關關舉的項目 例如, 例如,我们有关的交锁和共产党, 有一个共产因的关系,可以主动、 可以调整合理性的相关, 这是一个共产党的相关。 一种共产党的相关, 但是我们很比较。 我们的共产党是一个共产党的相关, 而是一样的相关。 的倫敬 比较嚴格 硬肯定 就要成為合作為合作用和公共和一層一萬公司 的第一個 而在哪 一邊的方法的方法 所做的角色 它是補強調校的部位 例如昨天,在台湾的公司,我們談到現在的談話題, 即是在意義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他們開始交信息, 再使用一些公司的公司, 的航空心中,澳洲,澳洲,澳洲, 澳洲,澳洲, 要求全部的人, 这不是必要的选业, 这不是的选业, 不必要的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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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要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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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关的选业, 带来的规则, 而是能量一起争合一种更高的一种,更能量保持. 这就是一个 coordin心, 有点更加热起来是随意识的关系, 它开始准备了业时, 当国家参与担许业的规则, 当国家参与业入业的规则, 你会有一个例子,你会听到的戀场, 在戀场上,对了游客的规短, 在戀场上,在戀场上, 在戀场上,一会议会被设定, 在所有的领域,有了一种的领域, 的法律和法律和法律。 這議案 的法律和法律 他會很重要的 因為它是一種新的 方式的法律 共產生的民主義 這法律是 一種共產生的 但是分隔 這兩句是 共產生的 是我們來的 在過去的央件 Mmicited 全世界 也不是在哲心中一个远式 但是每一个美国 每一个全世界 包括牙齐 蛋市不得هم 得自己的态度 全世界要相 Nice 是接触到 所以 созд 550've 不须 high 高度它 有机会 有的能力,有的能力,有的能力, 放在了解决定的能力, 能不能更多的能力, 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 是有机会建立的方法, 是有机会坚持的方法, 这不是一种平衡的方法, 是一种平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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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对 climat, 我们是一种制性,一制度通货币的不平的保隆 如果我们有制性工,怎么能让这种制度相对 而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没有经历的主经 而被共产党了以为了其他人 我们不能在佛工之上择凤的法律 而得咱们的所有者的影响 podcasts自 göster到 industrial thriller ki已经被 Medien 在小岁 有必要 是适合 是 Для姐妹的 Na这里 能有兩個 зем intimate 可以個城市 可以有坚幸种族 可以有坚 Live 这些人�又 baggage 海中飞好 多息,不像在外國中的 尖利率あります, 不同的區域, 更多港幣, 更多適合我們身處於消災器, 所以我們有一個 regression 的性化 суд法, 並且是建立的ates, 並且這一切, 對於政治局部、 信任的問題, 但是以免人來說, 主要是參與民眾人, comme les migrations que j'évoquais tout à l'heure donc vous avez à travers cette idée d'un droit mondial en gestation au fond un nouveau modèle pour l'expression tuernicia ça serait un modèle dans lequel on a un droit commun un ordre juridique commun mais on garde les différences entre quelques 200 états et par rapport 而我认为台湾可以丢专业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提供的目标是新的目标 是一目标的目标的目标 是一目标的目标的目标 以设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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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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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我认为了解释放选择的台湾 因为我读学习的 在台湾的反应 并且不过来做的 不过来的法律 通过来的法律 尤其是法律的法律 台湾不是不过来的法律 因为台湾不过来的法律 是不必要的法律 这不是必要的 不过来的法律 在谷慕的中间,但潮汉批评了这种改革的境界 与其中间,潮汉批评了这种会是有关的 正确汉批评了这种相当的内容 均读了这种会上的谷慕的在谷慕的 如果在谷慕的谷慕的地方 也能够议和谷慕的中间的关系 这种会是一个人的距离 也就是这种会出现的谷慕的 谷慕的谷慕的谷慕的谷慕 就是有点处理的谷慕的那种 另外一条的交通,我们在这期间,我们有关的关系,我们在学校,的培计划,是 l'idée争的选择, 是一种的选择合中的自由主义,但一共争的自由主义,即是一共争的自由主义, 它的外道合是一方法共圣雲 一定要混亂 不是一方法共圣雲不常规 leben 不是一个静心予相击的渊能力 我们禁锋像融多度 Sl porte道 芛黎說是那种随的忌 week 有些不同的 national差別 尋找出一种共同的解释 有些例子 你一定知道 因為他很古老 但他很重要的 在俄羅斯的俄羅斯 是在俄羅斯的俄羅斯 是俄羅斯的俄羅斯 是俄羅斯的俄羅斯 在俄羅斯的俄羅斯 他正在第三零零四頭 他有小龍有 teor把它的審か 俄羅斯的俄羅斯 和科學院裡 shipment 目前,在你的法律,你会这五官方的法律, 你会有一个法律的法律,你不明白的, 但你的法律是一种证据的证据。 在台湾,有些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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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律, 亚维亚,亚维亚,亚维亚,亚维亚维亚。 niin我 Sahota的不同权习导亚, 看不出列的计律于自然 Brog, 亚维亚乐部亚维亚维亚卪氏卪庚, 亚维亚话,亚维亚犬亚,亚维亚旺亚 extreme状略, 而你已经进入了一种状态的状态 我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很简单 有些东西是在一种状态的状态 有些东西是进入了一种状态的状态 而所有人都没有进入了一种状态的状态 所以我们是在一种状态的状态 在一种状态的状态的状态 在一种状态的状态 我认为不需要担心的状态 你需要保持一种状态 因为你会想到的状态 一居然是一种状态的状态 是一种状态的状态 这一种非常重要的状态 但你也在一种状态的状态 那么多谢再次请我认为了一种状态 我請你提醒我所有的答案 你为了解我认为了一种状态的状态 打到一查理他的德美国,在各种各种不同的法定制 nature, 是一条共产的主要那种做法的成立的最能力。 要聽,要看,要想誇解。 要看,要听,要听说那些人一方面的意义, 那些人一意义,那就分了既然,一旅途不同的 forwards, 是一件事不妙的 我需要描述我的思考 我需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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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是一件事 一件事是一件事 现在我期待很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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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其实不知道大家 现在理解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今天两个语坛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工作会议 所以我们决定是说 我做政坛他都反弹 就是宋老师会负责挑战 这个比较难就交给他 我做比较简单的 我顺着讲 因为Demace Marti老师的著作 我略有涉略 受他很多启发 尤其是他的 所谓的相互依赖 就是各个国家 他尤其强调说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主权的时代 我们不要再谈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已经弱化了 已经弱化很多 还有什么 现在到底还剩多少事情 主权国家可以单独决定 这是一个 我们自己可能 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像比如说 欧洲一直在争说 我们是不是要自己决定 回到以前的这个秩序 我们会过得比较好 我们会有比较好的福利 比较好的补贴 会有比较少的移民等等的 可是 其实很多的政策都已经 不是在国家层级决定了 包括单一国家 我们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想法里面挣扎 还是我们走出自己的路 那这边在场就有几位是 已经在走这个新的路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像比如说展工约 监督联盟 他们在做的就是活的 那个动态的法律的行程 那个动态的国际法行程 他们就在里面 他们就是那个actors 就是那个行动者 怎么说呢 我做一个补充 也就是说 现在的国际法 已经不再是19世纪那种 所谓的精英聚在一起 讨价还价决定 就这样子 因为现在的这个决策的方式 其实就算在台湾好了 很多事情 当然我们觉得说 你们没有邀请我们公民 一起参加决定 但是我们会不会有意见 尤其在座各位 可能意见还很多 对不对 那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反应上去 各种方式 各种方式反应 各种方式形成论坛 各种方式形成压力 甚至比如说 在这边如果有研究者的话 应该会知道 各位现在的发表 已经不是就是在自己学校里面 讲一讲报告完就结束了 你的发表会走到全世界去 甚至 然后就是会有世界的另一端的一个 硕士生突然写信给你说 哦我看到你的文章 我觉得很有趣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吧 好 那像这样子 我们有没有在形成秩序 有 每个人都在形成秩序 你的想法很重要 你的参与很重要 台湾人的参与很重要 你说国际社会 稀不稀罕台湾的参与 稀罕 他不稀罕台湾主权 但是他稀罕台湾的参与 因为台湾人 我们有做研究的人 我们有所谓的技术官僚 很多就是这些科技人 像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 可能给大家一个想象 就是在银河部 它在世界上有几个城市有色分布 其中一个分布在维也纳 那维也纳的这些机构 其实它很多是技术官僚 所以当我们想象说 这些国际组织的人 可能都是穿着西装笔挺的 就是外交官的样子 那其实维也纳的上班时间 在这个区 他们有一个像特区的一样地方 他们会觉得 哇 那些人很像 很像竹科的人 大家可以想象的 就是其实他们都是 都是工程师 这些人在决定 很多世界上的秩序 你就觉得 啊 怎么会做到他们手上 对 因为很多事情 已经不再是政治 可以想象 可以理解 可以全部都懂 就像我们常常会怪说 这政政务怎么什么都不懂 其实他真的懂得很有限 因为这世界上 事情太复杂了 越来越复杂 所以你要去了解 这么多的事情 你需要很多人 很多的意见融进去 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 气候问题 我们那天也试着跟 Demans Marks 老师挑战说 可是气候的问题 他们也没有问我们啊 他们就这样子 在巴黎决定了 我们有没有被问 我们也不甘心 对不对 可是 可是在巴黎的 那一个会议进行的中间 其实有多少的民间组织 各国的民间组织 正反意见的组织 我们到那边去参与 会前就在各国去形成压力 还有全球各地的这些科学家在辩论 到现在其实才在辩 到底有没有气候变迁 到底有没有这个气候异常 还是在辩论 这个就是审议的过程了 我们用台湾最熟悉的审议这个概念 其实那个审议的过程一直在形成 主权国家到底还能决定多少 你说有啊有啊 你看川普 可是川普他决定了之后 我们看到什么 家卫宜做了什么事 加州做了什么反应 好 所以有趣的东西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 当然他可能只是一点间现象 有人走前面有人走后面而已 那台湾或许我们可以选择走前面 我们可以先暂时用我们的方式 但是也许长远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会被承认成一个有国格的地方 没有错 但是我们有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 应该是没有 再举一点 我们讲的是往外走 我们刚刚都一直在讲往外走 去自内瓦开会 去东南亚 去泰国曼谷开会 甚至去这个约翰尼斯堡开会 好 那我们现在讲另外一种 刚刚跟罗斯马基老师举到大法官 我再举一个像我们的一般的法院里面就好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刚我们有这个 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施行法 比较没有明 但是他其实也是 电瓦国的核心人权公约 那你觉得说 你看我们又要搬石头扎脚 对不对 又去批准一步 还没有用很保留 然后搬进来以后 哇这个也要保障 那个也要保障 然后要修法要检讨这样 好搬进来以后呢怎么用 我们一定要遵照联合国那边说什么 说什么我们就怎么用吗 那那个就是普世的价值 我们就全盘接受嘛 人权法没有那么简单 人权法它普世的原则之外 它一定会有相对的例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 台湾的法律如果顺着联合国那边去修改 然后经过我们公民的辩论说要怎么改 那中间我们已经在进行一个什么 其实是相对的普世化 可是当我们在讲说 那这个规则用在台湾的时候 到底可不可以这样用那样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进行一个普世价值的相对化 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适用国际人权法原则的时候 我们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就是 我怎么样让这个规则可以用在我的 context 里面 所以刚刚要讲那个框架 我的脉络 我的国家我有我的脉络 我的人民有我的人民的需求 人权法是为了人存在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人 所以刚考虑到人的时候 我们公民的意见重不重要 不重要 放进去看 哇 你就发现那这样子还有普世吗 有 什么样的普世 同样我们都尊重宗教自由 有的国家为了避免 有些人受到太多的传教的压力 也就是在学校里面 不断的让你觉得说 你是一个信仰不虔诚的人 你是一个信仰不虔诚的人 一直跟你这种压力 为了要避免这个压力 为了要避免这个压力 我希望所有的宗教的活动 退出校园 可是台湾有没有这个压力 不太有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可能 大家讲的时候 他脸上的表情都是 干呜呜呜 就质疑一下这样 好像没有 对不对 对台湾来讲 宗教要不要退出校园 跟保障宗教自由 有没有关系 关系就不大了 可是对于某些国家 这些有这个 改宗压力的国家来讲 它变成是一个 保障宗教自由的方式了 所以普世相对 其实他们都在对话 法国自己有一个 很著名的例子就是 他们自己的 这个中央行政法院 有一个咨询部 他们所有立场之前 这个咨询部 他会做一点报告整理 这些工作 然后呢他们去想 这个21世纪的人权的秩序底下 我们法国自己那些 古老的共和的原则 真的都不能变吗 我们要怎么去回答他 是的去辩论 去辩论去说服 这些欧洲的监督机构说 我法国这样做是合理的 OK 我们不要讲 太多法律的用词 我们讲一些 就是很简单的用词 这个对话最后 欧洲人反而接受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法官间的对话 我们去争论说 什么叫重要自由 我们去争论说 什么东西叫言论自由 我们去争论说 什么东西叫做私生活 比如说 台湾早年很容易 谈私生活吗 可能不容易 现在呢也许不一样 所以他会跟着时间走 他也会跟外面对话 所有的秩序都是在变动的 那今天对话斯芭克季老师 没有提到的一个 他另外一个概念 其实很有趣的 就是云 有方还有云 云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讲说 要把金字塔 每一个国家的金字塔 自己自以为是的 这个永远不动的金字塔 我们要脱离这个想象 每一个国家金字塔 其实是一朵一朵的云 那个云当你写一篇 像以我的研究者的立场来讲 当我写完一篇文章说 好这个国家这样子做 我写完以后 他那个云搞不好已经变了 我马上要写一篇文章去修正 说对不起 新的案子 新的判决又有不一样一件 好累 每天追这些新的这样 那个云是变动的 它怎么变 它会跟别的云合在一起 它又会跟别的云散开 有没有 给大家一个想象 他会觉得说 你们法学者怎么变得这么浪漫 去想象这些东西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有想象力才有革新 我们才会去对话 法律是永远是变动的 其实法律 Demonstration 是它一开始 有一个很重要 在法国新法改革里面 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法律其实是不确定 我们一直在讲说 法律确定很重要 对不对 尤其是上过法律的课程 都会觉得说 法律就是一清二白的 就是黑白分明的 法律是模糊的 模糊在哪里 像比如说我们刚刚句的 宗教自由 有没有统一种宗教自由 有没有统一形式的宗教自由 没有 但是有宗教自由这个概念 是大家忽视的 所以我们把它写到公园里面去 但是你要怎么维护宗教自由 有没有统一的方式 没有 所以我们才讲说 世界有秩序 有 比如说宗教自由是一种秩序 有没有多元 有 我们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社群里面尊重 宗教自由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所以 在这里面 我们回到 一开始 我们想要做一个影子的天下 如果天下是需要一个大一堂的周朝 去替大家破话制度的话 那它可能是不变 很难变动 可是如果这个秩序是从下而上 从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行动者去形成的 而且是不断变动的 而且我们中间会找到方式去协调 而且这中间一定有争论 这一定要强调 在我们人权法的领域里面 我们最常遇到的是见解不一 那你就是说 看吧 我就跟你说 这是一个从与法则 不 就是因为有这些争论 我才有朝向共识的可能 如果你都不去争论法律是什么 你都不去争论宗教自由是什么 代表你根本就不在乎它 因为你在乎 所以你去争论 因为你认真要适用这个概念 到你的内国法去了 那这个秩序是这样形成 从底下 从下面开始上去 然后我们寻求对话 寻求共识 你说有没有完美共识 当然没有 我们还在吵 吵得没完 不断地吵 永远一直在吵 可是这个争吵中间 对我来讲 这个争吵这个动态 去吵 滑去是什么 这个动态 才是形成秩序的最活跃的方式 那个云产才会去结合三开 那我的补充大概到这里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那个宋老师 谢谢 我会英文再聊一下 所以 谢谢女士 谢谢女士 您的声音 不好意思 我只能讲英语 但是我会讲英语 我会讲英语 但是我会讲英语 我会讲英语 我今天觉得我自己其实不配来这边当一个语坛人 因为我知道今天在底下 我们的专业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 可以比我提出更多的问题 So I'm just an honest student to raise some of my observations and concerns and questions as well 那我今天就以一个学生的身份 很诚实地提出一些问题 那我有四点回答 第一点是我基本上我赞成 我也希望我们的未来世界是走向 Madame Soy 为我们描述的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how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future world to develop in the way that you describe that is pluralist nationalitas betri and val�� ー 由於所有演員們所持有的領域, 去參與立法規定的立法規定。 那立法規定會立法規定, 開放在立法規定, 並會有各種立法規定。 我個人接觸這個學說, 就是所謂的國際法規定, 或是立法規定。 大概是2000年, 有好幾個學者提出來, 一個是國際關係的學者, 比如說Emma Ries-Walter, 她提出來在國家以外的一個層次, 比如說在我們面對一些 global problems, 比如說terrorism, 或是immigration, 或是一些其他的 intelligence exchange, 我們可能國家本身, 國家的層次可能太大太巨大, 還不靈活。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 networking, 比如說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的 networking, 共同面對移民問題的 networking, 所以這是一種認識的 RIR scholars, 的 network of governance。 另外一個學派叫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他們提出來的是說, 國家已經沒有辦法掌握所有的問題, 沒有辦法對付所有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法領域它的形成是在全球的層次上面。 所以在各個國家之間的 Agencies or Regulatory, the other branch is from the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who argues tha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agencies and regulatory agencies are towards the common standards or common way to in their dialogue to figure out the common way to deal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so basically they are arguing that in contrast with the hierarchical legal image or the image of law in hierarchical form we are we are we are moving towards heterarchical pluralist and with diversity with private cooperation with communalization of different systems and even unification of different systems 那 也就是說 他們在這樣的法律形成的 這個力量中間 不是只有 national 跟formal forces 而是有 subnational and actual regulators even private regulators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派 那麼我基本上是贊成的 I'm for it I want to see that I want to see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toward that direction you describe so that's my first part 那麼第二點是說 我們講到風的時候 我們想問一下 在風裡面是帶來什麼 當然知道風有很多 moving influence or the forces or the forces that brought up the wings th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ask is what will the wing bring to us actually I have three points 就是說有 我們這個風的力量 它可能 它可能 隨著怎麼樣 train呢 第一個可能是power 跟public powers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多級的法律體系中間 如何來處理公權力 還有權力的問題 那麼這邊我不會想 我不會聽sovereignty 也有可能是主權的問題 the second force is maybe money 就是風可能是隨著錢來吹的 第三個問題是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風有可能會吹是因為 你理解風怎麼樣 那你的理解帶來知識帶來力量 那麼在現在的社會裡 恐怕這三個forces都是我們在談這個問題中 你可能需要考慮的 那我第一個基本上要問的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do away states we all know that in the subnational levels there are so much forces and carry out as beautifully as read by the image of wind but now my question is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place of power and sovereignty and public powers in that diversify the legal processes 我們是提到主權 比如說Paris 我們當然知道它會成為那個是因為有scientists scientists把這個問題 他用這樣子來理解說排放溫室氣體會造成群球氣候變遷 然後NGO的人開始非常努力地鼓吹這件事 然後到政府的代表 我們到政府然後國際的層次來解決這個問題 看來它是一個往金字塔式的 從權力的找一個formal的方式來形成那個rules 但是我們最後拍板還是逃不了 所以我的問題是 of course we know of course we know that within the formation of for example rules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there are enlightening discoveries from scientists and NGO people's activisms and als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advoca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al with that of course we know within those formal structures there are forces that is not national that is not formal but at the very end of it we should gather support for example from big powers from the big polluters who need to be willing to make compromises in order to get the global regimes to be formed and global regime can never be perfect they've got so much ambiguities compromises so that everybody will get on board in order to be a global regime you need to make compromises it seems to me it's inevitable so of course if you want the global regime then we have to tolerate those imperfect so that we have a global regime but of course we can say that we can work further to cure those imperfectness so that the regime can be improved but my point is that it seems to me a certain degree of tradeoff between global and comprehensiveness and the ends or the degree we can work toward the goal so that's my first point about how do we deal with public powers and the sovereignty within those diversified glorist legal system and sometimes sovereignty is raised for example i think the current audience will know this when our sovereignty is threatened we need our we need the state to assert its consolidate its sovereignty to use that sovereignty against other powers external powers for example when there's an activist in Taiwan who was detained in China in march 19th of march liminzhi now it's more than three months he is entent he was detained in China by the Chinese authorit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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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g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ut on him is to that he's trying to subvert subver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e waited for the charges to come out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and finally China said we have got his implicit confession that he did exchang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xperience about the NGO work he did in Taiwan with the activists in China and that's just an exchange of NGO people that will become in the ey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y becomes a problem of trying to subverting and conversing with the Chinese NGO people being subversion of Chinese pow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we of course when we we Chinese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feel that this is the time that we need our government to stand very tough to stand very firm to w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ay you cannot treat the citizen of Taiwan in this way we need sovereignty we need our nation to sometimes to perform a protective role so how do we deal with that kind and and that's just one example we see all over the world that's how people will resort to their national state to say well American first okay Gritan first etcetera etcetera so there's a it's undercurrent behind those those cooperation or unification or unification ofcourse money we will say th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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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n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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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to h and the young generation feel wrong and feel at the disadvantage by this power of the power will bring so when we say this in the liberalized way or the provis to our way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legal process 我們必須要很清楚 如果投資者或企業 或是有大幅大幅 或是在這些立法會 會有更多說 在立法的立法 而你必須要知道 你必須要知道 《 fake news》 how the media is manipulat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or other purposes in order to get the platform and more say in the participation thats my second point, the second branch of my book 下一個我會想要講的是 說明的契取信息 或是契取信息 台灣社會 台灣世界 和各個國家 而且有一個 很明顯的 另一個 現代 我們 我們在文化的特助力 的話 我們從台灣政府 多個國家 我們將 我們要去接受世界的規定和規定 更多的自然的規定 所以我們可以 survive 這是非常明顯在 證明的測試 證明的規定 證明的規定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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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商品 因為我們不是一部分 這些社會 优优优独播剧场—— 使用武器的法令,使用武器的法令,使用武器的法律 使用武器的法律使用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法律 使用武器的法律使用武器 所以,这是普通的意思 我们会看到武器的法律使用武器 那是必须要活动,维持平均 and people will see international, so called the word international, as an enlightened word. But on the current side,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we are recently raised into much, much troubles and doubts, people are raising doubts about why does I1 need to comply with, for example,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the two covenants, why do we need to put our own laws in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y might not be our values. Those standards might not enshrine the preferences we have. For example, the death penalty problems in Taiwan, 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sent a delegation to POC, to Taiwanese people and to NGO's government, trying to advocate at least the suspension of execution in Taiwan and to eventual abolishment of death penalty in Taiwan. But each time when they ran into questions and serious public questioning, and of course we know that, for example, there are some famous people saying, wh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We have our own standards. So on the current side, when you talk about international one, it seems that sometimes when they feel that they are at stake, their values are threatened, they will say, why? Why so remote? Why so international? We need our own. We can express our own. Okay, my final quote is about value, and about value enshrined in judicial dialogue. Of course, I know, I echoed the professor's own statement about our judicial attitude in the global judicial dialogue. But we need to put the Taiwanese value forward, and we need to be more open to the world, of course. For example, the recent decision by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aiwan about the legality of same-sex marriage. If you read the, the, oh, my question is that, does the court, the Taiwanese Constitutional Court put forward certain aspects, new aspects, that will be new, and that will be useful in the judicial dialogue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all the world? Wouldn't it be primarily in the life, for example, following the thinking about if marriage is not open to the person who loves the person who are of the same sex? And if marriage is denied to them, then it's a violation of their equality rights. This is developed by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especially in the gender studies, to put, to characterize the problem in that way. And it's incorporated into the judg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also about the reasoning about the homosexual peoples. Our people are a discreet and isolated group. That's also developed i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our own society, do we deal with the special problems we find in our society? Do we deal with the so-called traditional way of thinking about marriage? About, I'm not, I'm not arguing for that. I'm just questioning what's the, of course, this, this, this year's judgment may be the first one in the, for the, for this new court, new Constitutional Court, to deal in this very front, very forefront in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the court is, I believe, I have confidence in them, maybe on its way to do better. But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s, this is raised many, many interesting points for their international or other judicial counterparts. I think we have a lot to do, but we are on the way. So yes, my general tone is that we should follow your suggestion, and we should be more open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m asked to use the Chinese in the Chinese. I'm really trying to say this. I'm going to ask, I'm really trying to ask. I'm trying to ask, there's a question.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Don Mottem said, in the world's law, the more-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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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more-party. 是不是我們應該考慮到這個風它背後的力量從何而來 我主要提三個力量 第一個是power 那power有兩種 一種是我們當然知道說國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有時候國家會被人認為說我們需要國家 比如說我舉李明哲的案子 有時候我們需要國家以對抗別的國家的政府 對我們國民的侵入 這是一個情形 那更換我剛剛沒有講民主的問題 有時候民主會讓這個國家的power到幾個人的手中 比如說美國就是這個情形 那第二個力量是錢 各位都知道錢 如果這個是多極的力量 然後多極的程序的話 那是不是有錢的人可以在這種多元性的偽裝之下 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與力量 第三個是知識跟資訊的正確性的問題 那我的第二點是關於台灣對於國際 那我看到的台灣政府對於國際規範的接受度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毫不質疑的接受 比如說特別是技術層面 比如說航行的漁業的 勞工的 或是醫藥的 WHO的 我們通常我們的行政法有一條就是授權主管機關 將國際標準全部就是內化成國內的標準 那我們在人權的時候 卻看到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決定放到國際人權手上 比如說經常最近各位 又看到經常很多人質疑說 為什麼要遵守兩個月 我們又沒有 我們又不是兩個月的地缺國 這些都是不對的 我必須要說這些不對的想法 但是那個感覺 那個說法是說 我們又不是兩個月的地缺國 為什麼我要遵守國際規範 比如說各位知道王健全說 死刑國際專家 為什麼我要遵國際專家 他們就有這種根本性的草根性的 或是直覺性的質 也就是說 我們對國際的開放性 似乎有兩個層面 那第三個層面 關於所謂價值 那台灣現在是走在一個支持民主多元 自由開放社會的一個價值 那我們在最近的大法官這個實現 洪婚實現的我們也看到 那我要問的問題是說 當馬大人建議我們說 更對世界開放的時候 讓我們更在這個多元的對話中間 扮演一個更激起角色的時候 我要問說 那我們現在的機制做得好嗎 各位去看我們同婚案中間 有沒有什麼新的idea給外國 而不是比如說 在美國的憲法判決 或是南非憲法判決中間 那個論理拿進來 我們有沒有提出一些新的 可以比如說 針對我們自己面對的 對於同婚的反對的問題 有一些新的現象 這是我的提出問題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je veux remercier très fort les deux intervenants parce que je trouve qu'ils sont très complémentaires et je vais tout de suite essayer de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très difficile parce qu'il n'y a pas de solution claire la question des pouvoirs c'est à dire que le droit ne peut pas remplacer les pouvoirs le droit il peut être instrumentalisé par les pouvoirs c'est vrai en même temps l'idée de l'état de droit c'est l'idée d'un état si on est à l'échelle d'un pays ou à l'échelle d'une région voire à l'échelle du monde qui accepte de se soumettre à un cadre juridique ça c'est bien théoriquement en pratique comment faire alors je vais d'abord souligner quelque chose qui me paraît important dans le cadre actuel de la globalisation c'est que le pouvoir n'est plus seulement le pouvoir politique c'est aussi vous l'avez dit d'ailleurs le pouvoir de l'argent donc le pouvoir économique et là le droit est difficile à utiliser parce que le pouvoir économique il est entre les mains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multinationales transnationales tant que le droit reste au niveau national c'est très difficile de l'appliquer aux entreprises transnationales or en matière même en matière de droit de l'homme a priori on pense que les droits de l'homme c'est pas le même domaine que l'économie mais en pratique on découvre que beaucoup de violations des droits de l'homme sont commises par des entreprises multinationales quelquefois même on découvre des cas de complicité de crimes graves comme les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ou les crimes de guerre donc le problème du pouvoir il est déjà posé pour les pouvoirs économiques et là il y a dan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omme en théorie les multinationales ne sont pas des acteur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le droit international reste d'abord inter-étatique ce qui veut dire que les textes sur les droits de l'homme même s'ils sont ratifiés sont difficiles à appliquer aux entreprises ça c'est une lacune déjà importante en pratique il y a des réponses qui s'imaginent qui s'inventent petit à petit c'est à dire que le conseil des droits de l'homme a fait des principes à l'intention des principes en matière de droits de l'homme à l'intention des entreprises c'est de la soft law c'est à dire c'est un droit qui recommande mais qui ne s'impose pas il n'empêche que ces principes commencent à être repris dans certains pays par les juges nationaux donc il y a un phénomène d'internationalisation qui se fait au niveau des juges eux-mêmes dans chaque pas dans tous les pays mais dans certains pays donc il y a une manière de sortir de l'impass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ne s'applique pas directement aux entreprises il y a une manière de sortir de cet impasse en partant des recommandations de soft law pour les impliquer dans un raisonnement juridique national ça c'est pour les pouvoirs économiques donc c'est une petite compensation je dirais de de la grande lacune qui est observabl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à l'égard des acteurs économiques pour ce qui est des pouvoirs politiques alors là c'est pas nouveau depuis toujour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se trouve pris à l'interface entre le juridique et le politique et c'est pas du jour au lendemain que ce problème sera résolu simplement on peut supposer on peut espérer une évolution à travers le rôle croissant des acteurs non étatiques dans la mise en oeuvre d'abord dans l'élaboration puis dans la mise en oeuvre d'un droit international pendant longtemps c'était vraiment un secteur réservé aux états par exemple dans les grand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il n'y avait que les représentants des états maintenant si vous regardez qui était à la conférence de Paris sur le climat il y avait tous les acteurs il y avait les scientifiques il y avait les entreprises qui ont joué un rôle d'ailleurs plutôt positif dans la mesure où elles ont soutenu l'accord lui-même il y avait les citoyens et je crois que vous avez employé l'expression de citoyen du monde à un moment je crois que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comme expression il n'y a pas de statut juridique d'un citoyen du monde mais il commence à y avoir des citoyens qui se sentent appartenir à la même communauté mondiale qui se sentent appartenir à la même famille mondiale et qui se comportent comme des citoyens du monde ce qui fait qu'on pourrait imaginer vous savez qu'en Europe on a créé une citoyenneté européenne donc en Europe on peut être à la fois citoyen de son pays et citoyen européen est-ce qu'on ne pourrait pas imaginer à l'échelle du monde un statut de citoyen du monde qui pourrait par exemple permettre de lancer des initiatives à l'échelle mondiale en Europe le citoyen européen peut lancer une initiative c'est-à-dire demander aux institutions européennes d'adopter un texte dans tel ou tel domaine c'est pas un parlement il y a d'ailleurs par ailleurs un parlement européen mais à l'échelle du monde ça pourrait être l'ébauche d'un d'un contre-pouvoir donc je crois que les réponses aux questions très difficiles qui ont été posées elles sont évidemment pas simples on est dans la très grande complexité de l'enchevêtrement d'espaces normatifs de la diversification des acteurs de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tout ça ce sont des phénomènes nouveaux qui rendent très difficile la compréhension et a fortiori la solution qu'on recherche mais je crois qu'il faut être modeste il ne faut pas prétendre que le droit va tout résoudre mais il faut premièrement donner à voir rendre visible tout ce qui a changé et tous les éléments qui peuvent être utilisés et puis ensuite apprendre à s'en servir donc il faut rendre les nouveaux instruments visibles et il faut apprendre à utiliser ces nouveaux instruments et encore une fois il ne faut pas tout attendre des états je pense que c'est aussi aux citoyens d'apprendre à se servir de ces instruments qui sont finalement très riches qu'offrent à la foi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une certaine manière les droits nationaux parce qu'en matière de droit de l'homme il y a des actions qui ont été menées par des juges nationaux à partir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onc il ne faut pas penser qu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st seulement appliqué par des juges internationaux parce que des juges internationaux il n'y en a pas beaucoup il y a la cour pénale internationale mais beaucoup de pays n'ont pas accepté son statut il y a la cour de justice de l'AM et c'est plus un organe d'arbitrage qu'une cour en matière de droit de l'homme il n'y a pas de cour mondiale des droits de l'homme en revanche en matière de commerce il y a l'organe d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tes organisations du commerce donc il y a quelqu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je n'ai pas tout énuméré j'ai donné quelques exemples mais ça ne couvre pas l'ensemble des problèmes globaux donc il faut penser que dans les réponses à ces problèmes globaux on peut faire une sorte de combinaison de normes internationales et d'application au niveau national par des juges nationaux ça aussi c'est 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et ça suppose que les juges eux-mêmes apprennent à se servir de ces normes internationales alors c'est déjà très intéressant de voir que les cours constitutionnels commencent à le faire mais je pense qu'au niveau des cours non constitutionnels des tribunaux ordinaires il y a aussi un travail d'information de visibilité et d'apprentissage à faire donc il n'y a pas de réponse simple à votre question mais je pense qu'il y a des éléments de réponse complexes 謝謝他們 剛剛一個半小時 大家先給他們熱烈掌聲一下 那回去的時候當然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看一下現場的今天我們的轉播 然後一些主字的翻譯 吳中文老師的翻譯部分 大家可以回去再想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在四點結束之前 我們再開放幾個問題 然後來問一下Madame 最主要問他 那其他兩位台灣的朋友的時候 這些教授之後他們還會來責務 所以他有機會可以好好拷問他們 所以我們現在就不用難為他們 最主要我們要把火力集中在主角上面 來 1.0 等一下 第二個 三個 1.2.3 用中文問可以嗎 可以講慢一點 好 大家好 我是台灣人權術進會的邱依林 然後我想要問兩個問題 就是 的確我覺得很多 尤其是在全球化中 很多人就會一直說 國家主權這個東西好像越來 它的力量越來越薄弱 很多事情不是單一的 國家主權可以做主的 可是事實上我們還是會看到很多的人權的侵害 就的確有來自企業的來自跨國的力量 但是國家主權侵害人權仍然是一個非常 我們還是常看到 像黎明哲案就是一個很明確的 就是有一個國家 他就是把另外一個國家的公民抓起來了 然後他說他不想要去遵守任何的國際法的原則啊 那當然我們NGO公民團體在回應這樣的一個人權侵害事件 的確我們可以透過不是只依賴台灣政府 而是我們去做跨國的這樣的一個 NGO的串聯什麼的 但是到底怎麼樣能夠更有效的去回應這個單一的國家主權 他對於這個人權的侵害事實上 就是這個跨國的這樣的一個民間的結合 對於這個國家主權的人權侵害的實質的回應的效果 到底有多大 我覺得就是我也不是很有把握 然後對啊 包括我覺得我覺得最最後沒有 最吊詭的一個例子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世界難民潮的這個議題好了 他其實是一個很需要跨國的全球的國際社會 共同去合作的一個議題 可是當6月20號世界難民日剛過嘛 6月20號的那個聯合國難民署的那個網頁上面的聯署 他所列出來的那個聯署呼籲大家去聯署 結果他的那個country region的那個選項裡面 只有China Hong Kong Macau沒有 Other沒有台灣 那我不知道作為一個台灣人 我是不是只能夠當我選擇 我只能夠非得要成為一個China的人的時候 我才能夠去參與那個Petition那個聯署 那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很 就是國家主權不存在嗎 它還是一直存在在那裡 而且每天都在影響我們的生活 包括UNSCR聯合國的難民署 也不願意來台灣設辦公室 那這個都是很實際的歷史 那第二個問題我想要說的是 就是所謂的武權憲法的這種 這個所謂的混種 雜交的這個東西 看起來也許對於外國人來看 好像是一個很浪漫的很有趣的東西 可是對於我們實際上 實際每天生活在這個 武權憲法的框架底下的人民來說 就是說監察院跟考試院 它就是兩個沒有在幹嘛的東西 它就是兩個廢物 就是它是一個 看起來像是一個政治酬庸的 就是等於說要退休的人 然後這個政府就是把它拿去安插一些人事 然後它並沒有發揮真正的實際的效用 所以我不曉得他來到台灣之後 有沒有真的去拜訪過監察院 或是考試院 然後或是去聽一下一般人民 對於武權憲法的一些想法 謝謝 真的非常謝謝依林 因為他感覺好像我們這一次 可能把馬當帶壞了對不對 像學到一些 知道一些跟我們想法不一樣的東西 那謝謝你開始 這麼直接尖銳的問這些問題 來 我認識你 在天下名產業 我認識 但說得我們 我们可以在建议上,在重新的帖上,他们能给予一真正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为什么不,能不能再次重新的项目,在另一种情况下,在另一种情况下 因为我一直在想想像是这样的原始原始,这一种意识到的建议是一个很有趣的 的主要是 原的主要是,原的主要就是,原的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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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是,原来,如果有問題,就像有问题的主要, 如何不准备看待自己的主要法,让这个法律上真的要适用作用? 至少在这个法律上也有用的, 在封面的森子 在原來,有兩回答案 有兩回答案 有兩回答案 有一個問責任 如何做法 在法律上 這回答案 也在法律上 如何做法律上 在法律上 我們是有大力的力 她說 我做什麼我希望 我跟他一起叫我 是歌詞的歌詞 被人之間 在一位余 wars 寫有個华 貝沙 倖是在一位 貝沙 倖是在一件事 那是在社會 在那一位 那是在社會 是不在我們 我們做的 我們想 在我們的國家 是在這件事 是一件事 在何謂 法官的法官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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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在 是在那种政治主流中心情情的主义 在那种政治主义的主义 所以,不提到那种選擇 不停的选择 是在社会社会的主义 是否也要在社会设立 可以让我们阻挡抢的主义 但是不可以传达的主义 我建议,如果您继续成为了一种政治主义 你认为连着都,这有用选择 否认为了? 第二个问题 是在台湾的秩序 这是一个问题很困难 但我认为 我认为不确认 能否认为了解释的秩序 能否认为 那一定是必要做的事情, 那一定是必要做的, 那一定是必要做的事情, 那一定是必要做的, 那一定是必要做的 可能性能力 提供到的建议, 那要做的建议, 但在同时, 这不一定是必要做的问题 的方法, 如何依靠 人家的性格 拥有随随随随着 不斷阻止 美好 法律 在一切的問題是 在同时 我们有了 有些设计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思想 有些人 有些人 已经现实 一个人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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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擁有不同的法則。 不太適合適合適合適的回答案。 但是我回到法律的回答案是否正常理解的。 再次,基本上,那最主要是否正常理解的。 但是,復習的。 是否有的法,應了 интер 尊重的社會, 能夠構成立社會的社會, 有從地的社會, 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媒体 和社交媒体 有些人的社交媒体 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媒体 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媒体 而是在社交媒体上的问题 你会有多么的问题 是在社交媒体的问题 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媒体上的社交媒体 我回答了,我不再回答 好,那我们再来到第二个问题 我讲慢一点就可以带你给那位女士听 我要问的是说 其实刚刚已经提到了 就是法律的文化里面的共同法 因为欧洲包括法国、德国各国 是一个很长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地区 所以共同法对欧洲人、法国人来说 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可是在我们可能会想象完全不一样 那我想请问 那个Madame Matisse 是不是这个共同法指的是 15、16世纪 近代国家开始现代化以后 法院的实物在欧洲各国 他们反而是在承认各国的主权底下 让法院去从事 对于法律的一种 比较是人文主义 这种实用性的解释跟适用 很类似罗马法在文艺复兴以后的那种 Youth communal 共同法的概念 这是第一个我想理解它的共同法 所以呢在欧洲 在建构欧盟的时候 现在在打击比如说恐怖主义犯罪 或者是解决移民的问题 有一个共同的 人类共同平等的 自然权利的那个法的想像 而它可以跟各国主权的宪法秩序相容 而这是比如说在亚洲 比较难以去想像的 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 罗马法传统的这个文化底下 这是我想要针对一个理解的问题 是不是一种对Youth communal的新的 当代诠释这样子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 但这些人是什么叫做主义 因为在其他地方 有在其他地方 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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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洲 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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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的权利 和中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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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 rédu法利 和中国的权利 但这两个打循力 成立法利 有的权利 有的权利 对几乎 太利 在中国的权利 在其他地方 さ是在法利 带争 。 对 对 但它是有些事情似乎的意义 我们可以也问一下 如果是在社群的社群 是否有信心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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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再来说 或不论 但是有否有信心 在某些地方 有信心的社群 世界上看著一心 我不是在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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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及似乎 它不不太好正与到欧 Vai 理由的家里也就是我主席的东西 然后没有过那种情况 而在现实时,一群群群 moon 在想法,法定人, 是一種的共同性能力的 那些是一種的高度 到一種共同性的共同性 是可接受到最好的地方 在于一家中的共同性 可以在一家中的国家 不在一家中的国家 是不在一家中的国家 而是在他世界上的 想法是要損壳 因为这是真的 反正的选择 啊我们这些主义和选业和led 咱们 under不同的状态 和这可能。 可能是这个概念报道, 应产所很重要的外奖仪教教教法ples, 这里是四面的大法者 是法律。 波犯觅con先生, 也对äus员主族 baş? taünden不oi, arı独朝习 mini, 这个最近是某当道理, 而且 wert中的关电口, 这一想 specially诠言。 所以,还在英语出的, 这是九亿主衅生, 这一切是规律的规律 也有了规律的规律 而在中国的规律的规律 也是规律的规律 也有了规律的规律的规律 但是规律的规律的规律 规律的规律的规律 就是规律的规律的规律 如果我们把规律的规律的规律 可以设设定是规律的规律 我设定是想到 可能要想到思维 是在問題上to規格的影響 在那些影響方法 那我 Hajde的 volont 自然而作出 ство子的法律 是否有論诵法律 在按照平均的内容 做法律的 要求能够成交 兴设计的公平 是实际言 或是关系的关系 我所谓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在社交平和社交平 所以我认为 你会看到的困难 但他并不成统 我们可以尽量 还有一个问题 第三位 不好意思 希望先用英文 然後跟蠻大哥講 你要不要直接用中文就好了 因為在我們的時間 他直接翻譯給他聽就可以了 我了解不過我想要用英文的原因是 我可能有些專業用語的話 我希望能夠用英文 沒關係你中心就穿插你的 專業用語英文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照顧到來聽的人 其實他們不是那個語言 不要成為他們思考跟溝通的障礙 如果你接下來想要跟Madame 直接私底下談的話 你可以用英文跟他談 好不好 謝謝 我很感謝Madame他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演講 那我主要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比較大的 然後一個是比較小 那大的部分的話我是想要講說 這個全球行政法 或者全球憲政市區的這個風潮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想法 但是也有他 我學習國際法的時候就很 本能上的一個反應 是針對說 如果是要改變 從西法利亞時代那樣子 一個國家為 所謂 國際法所約束的這個實體的話 要改變 由上而下的這樣一個體制 把它轉變為 就是由下而上 就是所謂bottom up approach的話 我覺得就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根本上我們需要有一個國語國 或是國際集體的一個溝通的場域 所謂的forum 那那些forum的話 一直都還是就是說 現在為大家所詬病的 就是說 你在這個平台上 你一定會碰到的是妥協 而且不包含所謂就是說 under the table 就是可能在台面下底下的一些利益交換 或利益上的衝突 但是就是說 在這個妥協上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根本上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也就是說 你不管是由下而上 還是由上而下的話 這個中間的問題 似乎 雖然有很多國際法上面的 程序上的保障 然後取自於各國內的法治序 然後再試圖解決的問題 那我覺得就是說 只是換一個方向的話 好像還是沒有解決這些最根本的問題 因為我學習國際工法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國際法的破碎性 跟它的沒有中央立法機關的這個特性 其實就是一種彈性 那這種彈性的本身不是一個 可能會被人家視為說是一個必要之惡 因為它這樣的話才可以給更多國家 或者是說利益團體 跨國企業更多的勾結的空間 而是在於說 如果你今天把它定死 你把所有的路線都封死的話 你就講說 這個法就是要百分之百達到 什麼樣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國家會要進入溝通這個階段 那我覺得這是國際法本身的一個特性 然後不能完全說 以國內法的這個特性的話 全盤移植過來 然後就覺得說這樣的法律的效果 或是它在執行面上會更加有效力 我覺得這是值得思考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第二個問題是針對 我用的字眼是 我們身為國民我們只會看到 或我們只會在乎我們看見的東西 這個包括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我們看到很多資訊 並不代表我們所有人都有辦法去吸收 跟全盤的理解我們眼睛耳朵所接收到這些資訊 我想要聚焦的是在於說 像前陣子發生 就是在匈牙利的那個中央歐洲大學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它本身是美國的一個商人所創辦 它贊助開辦的一個學校 那日前宣揚利本身因為國民的右衣意識抬頭 所以他們覺得說這是一個外力的介入 所以他們竟然在他們的國內立法 針對說有跨國或是外國的贊助的大學的話 本身應該要限制甚至不應該開辦大學 或是開設任何的教育學程 那這件事情的話本身不用講 就是針對所謂的這個大學自治也好 或者說最基本的這個言論自由的部分 都有一些扼殺 可是這件事情的話 要怎麼樣能夠移植到歐洲其他國家 就是對於它的關切 對於它的急迫性 因為它不是發生在我的國土上 它不是發生在我的兄弟同胞身上 甚至遠在台灣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樣同等的 我覺得我承認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把同等的熱情跟關注力 放在這樣的一事件上 同樣的像台灣近期有跨國企業 在越南造成大量的環境污染 但是如果用現在的諮詢軟體去查的話 就是搜尋軟體去查的話 其實根本看不太見這個有造成國際輿論上的一個話題 那問題是迫害不能被話題性而稀釋 但是這是一個困境 就是說那我們期待的是 我們要成為世界的公民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把我們的法秩序 把我們的對於這些議題的關切 甚至拋開法律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同等的放在這些議題上面 然後達到一個解決的效果 我覺得就是這也同時代表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把不關切的人歸類成說 他們是種族歧視者 也就是在移民議題上面 在於就是… 你還有十秒鐘 不好意思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對於現在優衣的風潮的崛起的話 可能也需要納入考量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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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国家的一国家 我看了例子的灵状在森林的森林在森林的森林 在森林林的森林林的森林在森林林的森林 在森林林的森林的森林的森林 但是一个森林的森林并不通称 另外一局在森林林的森林的森林 这是在森林林的森林的森林 我们的森林要在森林里的森林 你可以在森林的森林中的森林 你会知道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社交媒体现实际上, 你不给所有的东西,但你已经做到我计划的工作, 让它们发现全体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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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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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想象,所以我计划的这些动作是一样的动作, 可以带来发展了一个共产党的思维。 您知道,在计划的关系,有些年转移动, 有些年转移动了我们的建议, 成为世界的建议, 後來,其實,有很主意,對政治柚子之間, 時 論均所以, 東 Quinn自己也沒有斷, 反正,有一些政治政府, 都有現了政治有關於自由的中國派宣言, 這些政治人毫升了一 Gün, 毫無益地想法, 想想想想一想想, 在這次合適的革命之間, entre les systèmes constitutionnels des différents pays un éventuel projet de constitution mondiale les deux choses sont intéressantes partir du droit international ou partir du droit national à mon avis il faut partir des deux il faut partir à la fois du droit national e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mais il faut aussi considérer qu'une éventuelle constitution à l'échelle du monde ne peut pas être sur le même modèle que les constitutions nationales existantes donc il faut arriver à penser autrement on n'a pas de parlement à l'échelle mondiale et on n'aura sans doute pas très rapidement un parlement mondial quand on voi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qui a déjà du mal à exister et à fonctionner de façon démocratique un parlement mondial ça paraît difficile mais en revanche des institutions comme la reconnaissance d'une citoyenneté mondiale ou la création d'une action d'initiative citoyenne à l'échelle mondiale pourrait entrer dans une vision plus constitutionnelle du droit mondial donc je crois que la piste d'une constitutionnalisation du droit mondial n'est pas mauvaise mais à condition qu'elle ne soit pas du tout imaginée sur le modèle national on peut partir des modèles nationaux pour voir leur convergence mais après je crois qu'il faudra inventer autre chose que l'organisation des trois pouvoirs dont je parlais tout à l'heure ou des cinq pouvoirs même je crois qu'on aura besoin d'autre chose je vais suggérer dans une note précédente qu'à l'échelle mondiale ce qui serait intéressant c'est de faire une articulation entre le savoir, le vouloir et le pouvoir alors dans le savoir, les savoirs des scientifiques les savoirs aussi du vécu des populations je pense qu'il y a par exemple un très grand savoir dans les populations autochtones dont on aurait bien besoin pour répondre aux problèmes d'environnement et qui est perdu parce qu'il n'est pas connu parce qu'il n'est pas reconnu on considère que ces populations sont en arrière, en retard alors qu'en réalité il y a un savoir du vécu des gens qui est intéressant aussi donc j'imaginais qu'on pouvait avoir une organisation avec les savoirs les savoirs des scientifiques, les savoirs du vécu les vouloirs, c'est-à-dire la volonté citoyenne les citoyens en tant que tels ou des 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des syndicats mondiaux et puis les pouvoirs et dans les pouvoirs, je crois qu'il faut reconnaître et encadrer en même temps non seulement les pouvoirs politiques mais les pouvoirs économiques et les savoirs et les vouloirs devraient s'articuler alors c'est pas la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c'est plutôt la coordination que je proposais dans cette note entre savoir, vouloir et pouvoir pouvoir voulant dire pouvoir économique et pouvoir politique alors c'est un exemple simplement de genre de réflexion qui devrait être mené si on va vers une constitutionnalisation il faut inventer une autre forme de constitution que ce qu'on connaît à l'échelle des états et ce que je vous ai donné c'est juste un exemple je pense qu'il y a d'autres idées qui peuvent venir c'est pour ça que j'insistais beaucoup tout à l'heure pendant notre déjeuner avec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taïwanais sur l'importance de cette prise de conscience de la nécessité d'un travail imaginatif je leur disais en français internationalisation du droit ça s'écrit ID et idée ça peut vouloir dire aussi imagination et droit c'est parti avec le grand-boy avec les pênes le grand-boy 然後在他講之前,我們再次掌聲謝謝Madame 後續我們應該還有關於一些國際法的問題討論 我們剛剛也看到楊尚弩先生在這邊,宋承恩先生在這邊 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再談一下 更回到台灣的,除非我們透過其他不同國家來提供給我們的意見 比如說我們提供對於這種法律的想像 可是我們對我們自己台灣自身的處境或現實的環境 其實是的確是很需要想像的 才有辦法在這裡面,在一些困境裡面突破 或者能夠跟其他國家做一些合作 以及創造出一個更好的一些共同的價值 好,那我們就先請你們眾人 謝謝阿凱老師,也謝謝大家 其實這個原本會辦這樣的活動呢 是因為邀請每一位外賓來台灣的經費 都是尤其在台灣百分之八十幾的稅收 來自薪資所得的國家 我們都是很多辛苦的上班族 就是領薪水的人 繳得稅金 能夠讓外賓前來 那所以在學界自己需要的交流的場合之外呢 我們都非常希望盡可能的用不同的形式 在公眾可能會關心的問題上面 把這些資源分享出來 但是如同各位所知 學者的養成或行程非常困難 很容易 我不敢說半途而廢 但很容易俗話成語說 苗而不秀,花而不實 你長發了芽,但是不會結果 開了花那個 我前一陣子,對不起,當然這是題外話 我前一陣子開始接觸這個果樹的種植 我才發現 很多的果樹各位實際上吃到的 只有它結出來果實的兩成而已 各位平常吃的蝦子 蝦子的養殖 只要三成活著就會回本 所以有百分之七十的蝦 你吃一隻蝦子是三隻蝦子死了的代價 所以你其實是吃了四隻 只是三隻的屍體你沒有看到 那學界能夠同時跟公眾溝通 有清楚的學術的成就 而且沒有價值 或者是說他有那個時間 願意來跟大家溝通的機會 非常的少 所以我還是再次感謝 透過Quacko教授的介紹 當然透過外交部的支持 支持他啦 沒有直接支持這個計畫 能夠讓促成這樣一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為自己感到驕傲 因為你請來一個外賓之後 請來很簡單 付錢 付了錢他可能就會來 但是來了之後他可能會留下 什麼樣的印象 就是大家的本事 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說破嘴 或者是在用什麼其他能力可以改變的 每個人對台灣這個社會發生的事情 會有他自己的認識 那我回到這個主題來 另外呢 其實我們可以簡單再回顧一下 這個Madame de Masmaty教授 他的學術研究的背景 他其實一開始是一位刑法的學者 那他對於刑法的興趣是 其實所有社會的行程 所有社會的那個社會性的行程 都是在我們處罰別人的時候 沒有一個社會不處罰他自己的個體 每個社會都有處罰 那他從刑法的研究 後來接觸到了比較法的研究 因為歐洲的邊境漸漸的開放 雖然他們的法律有共通的傳統 可是大家處罰的方式不一樣 那有一些 比方說我最近才知道在法國的法律裡面 可以去處罰斡旋的行為 也就是喬事情 拿錢或是拿這個禮物去拜託 這個有實際 有實質 我們不管是法定影響力說 或實質影響力說 不要接入這個問題 但是有這樣子的犯罪型態 但是德國沒有 那他接觸到這個比較法之後 例如說他在90年代後期 曾經主持一個歐洲籍的計畫 就是很多歐洲的補助 一次給很多的國家 那這些補助當中如果發生了 有補助經常就有侵占 經常就有供款流向不明 這些問題的時候 單一的國家的檢察官不能追訴 怎麼辦呢 所以歐洲開始出現了討論 是不是需要歐洲層級的檢察官這樣子的問題 那所以他接著在透過這些實務的經驗 他接觸到了 從比較法 對不起 從刑法到了比較法 然後來認識 歐洲各個不同國家的 這個刑事政策 到底會在不同國家之間造成 犯罪行為怎麼樣的流動 有些類型的犯罪 可能被某些人認為 在ABC國比較簡單 DEF國比較困難 於是ABC國會發生 很容易發生 變成這一類的溫床 那接著他接觸了歐洲層級的人權法 然後以及全球層級的人權法 那我想他並不是要帶來一套教義 來告訴各位 你看 這個世界法就是這樣 國際法就是這樣 其實他的出發點跟很多法律人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他的結論是不一樣的 出發點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在法律系的課本上 其實全世界各國都一樣 台灣的法律系的課本 是有點問題 但是很多地方有一些共通的特徵 就是法律系告訴你一套不同的語言 來描述這個世界 常見知名的一個例子 知名的一個例子 我相信有人聽過 司法官的考試拿出一支像這樣的東西 問考生這是什麼 考生有好多種回答 你會不會回答白板筆 表示各位是素人 素人沒有錯 就是你不是這一行的 你不是這一行的 那這一行的行內人有幾種回答 有人說這個是動產 有人說這個是種類之物 有人說這個是除了動產 除了種類之物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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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有幾種描述方法 法律提供的語言就是來 法律提供的工具或語言 是用現實生活以外的一種不同的方式 來描述這個世界 那很多法律人 你為了要國家考試 會接受課本上講的東西 你不會多想 因為你知道 奇怪 尤其是我們比較 像我這個年紀的世代 我還考大學的時候 還有三民主義 我們當然知道 課本上寫的東西 跟現實世界沒有關係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不是白癡 那問題是 問題是 為了一些現實的需求 你會暫時擱置 你發現的這一些落差 然後 我們並不一定相信 很多念法律人 不是他因為信仰 他覺得這個很棒 這個可以解決我人生問題 他並不是信仰這些東西 但是他有現實的需求 他覺得 我很務實理性的告訴自己 我就是把這些東西 學 括號 背起來 然後我知道這些東西怎麼運作 其實就跟你學會怎麼修水管 怎麼通馬桶 怎麼炒菜煮飯 一樣的 你不一定是因為你愛他相信他 但是你會學他 那 Demma Smarty教授做的一個不同的嘗試 就是 他發現 怎麼差這麼多 怎麼怎麼差這麼多 課本上寫的法律 每一個國家有自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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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養知迷高 專知迷奸的一個金字塔的法律的制度 那每個國家都對自己的法律制度 非常的自豪 都認為我有悠久的傳統 不一定是比比考考那麼老的傳統 但是起碼也有 也有一兩千年可以到羅馬 可以講到羅馬那麼久的傳統 OK 大家都有自己的傳統 可是現實不是 例如在 歐洲在這個逐漸建構的過程當中 法國的國內法 為了配合歐洲的修正 在某一個年代有一個統計是 才三四十年的歐洲的統合的期間 法國有六萬八千條法律要修正 那你說這些法律是國際法還是國內法 他們為什麼要接受歐洲呢 當然這是一個有民主正當性的問題 歐洲的建構有它獨特的問題 好像就是那些部長在布魯塞爾講完 講完就算了 那 法國有這樣的問題 其他國家有沒有 其他國家其實也都有 所以他發現了這個 課本上講的法律的世界 跟正在進行中的法律的世界不一樣 而且這個不一樣的距離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他決定 就像他在這個 剛才的這個介紹當中 告訴我們 我們有很多困難的問題 這一些困難 今天重要的社會困難的問題 沒有一個不是全球的問題 沒有一個是單一的國家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 法律也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不好意思 雖然可能找律師很貴 就是在台灣還滿便宜的 但是沒有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 雖然如此 法律人能夠做的是提供有效的工具 跟有用的工具 那 我們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做的是 告訴大家 這些工具 可以是這樣 或可以是那樣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他鼓勵大家 這個甚至不是鼓勵 你不做你能怎麼樣 因為現實的挑戰一直來 氣候的變遷一直來 你需要新的工具 我們需要用 對於法律採取更立法的 這個態度來看他 當然我們的立法委員的素質 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就不談 那 可是你從立法的角度來看他的時候 我們就會遇到 我覺得可以說是第二個問題 是 在台灣的 這個學法律的人 其實長久以來 他不一定高興 但是無可奈何的接受是 我們是 國小民品 人窮命健 所以台灣的法律 這個 只好這邊抄抄 那邊抄抄 還有 有時候有人會抱怨說 就是因為你們抄得不徹底 抄得不純 如果你純粹的抄了某一個國家的法律 問題就解決 當然這個就不知道 這個要實驗才知道 但是我們有很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自信心 覺得 各位可以看 台灣所有的立法過程 無一不是 來我們先把代表各個留學國的 這個 學者找來 然後 你們 你們去燒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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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講完之後 好 機關有機關的需要 其實最後 找了學者來研究之後 發現你能夠進展都只有一點點 但是我們經常很擔心 只要沒有國外的先例 我們不知道我們該怎麼做 那 Demus Mashi教授給我們的一個 我覺得他是留給台灣最後一個鼓勵的訊息 積極的訊息是 你為什麼要擔心別人沒有做過 那這個就是你們的強項啊 因為台灣知道去怎麼樣面對別人沒有做過的問題 提出新的解決方案 因為我們有別人沒有的這個 特殊的處境 我們沒有時間 因為 這個 醒醒吧 各位你們都沒有國家嘛 你有什麼時間去管你的國家的獨立 跟主權 主權 不好意思 主權 我們改天再說 主權的問題一時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 難道你沒有解決主權的問題 你就不解決其他的問題了嗎 你難道因為你桌上的一道菜不好吃 你就整道菜都 整頓飯都不吃了嗎 因為整頓飯不吃了 你接下來的事情都不用做了嗎 我們生活有很多挑戰 我們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閒功夫和餘育 但是你不要對自己 你不要懷疑你自己 你不要覺得你自己落後 其實台灣的這個弱點 就是主權不明顯這個弱點 事實上台灣從帝國征服的這個年代 穿過提早跳過獨立國家 十九二十世紀 要爭取國家獨立這個年代 直接先進入二十一世紀 這個互相依賴年代的一個 絕佳的機會 這個是我們呈現給世界看說 你們只是不承認 你們跟其他的國家之間 interdependent 你們彼此互相依賴 我們是沒有辦法 我們不是我們自己 華裔感官 不是我們自己喜歡 但是我們承認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往這個方向走 那這個是我們的公民社會 我們的不管是運動團體 或一般的公民 學生也好 學者也好 或各行各業的實務工作者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擔心 為什麼這個法律 美國沒有 日本沒有 你為什麼敢這樣做 那是他們做不到啊 那是他們落後啊 那是他們落後 不是因為我們落後 我想這個觀點的反轉 如何讓你的弱點 變成你的武器 你的強項是 我在這次 Demus Marty 教授來訪中學到的 最大的 最重要的訊息 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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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